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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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又介绍蓝球用品的时候 因为前天 Motant那边出了新波 香港行货 我就买了几个货自己用 所以今天想上来 介绍一下 刚刚出了这款新款 跟我们之前的GG系列 现在这款新的 全部改名叫做BG系列 我现在手上拿这个 这个就是BG3800 其实如果你说 今次新的Motant 它会跟 旧的型号上 只是名字上 以前我们最高级别叫GL7X 下一级叫GG7X 再下一级叫GF7X 再下一级叫GM7X 现在今次我们香港可以买到的 GL7X之前香港买不到的 现在我们香港买到的 最新的Model number 叫BG5000 就是5000 然后下一级代替GG7X 就是BG4500 再下一级 BG4000 就是4000 和BG3800 那我们先讲BG3800 看到它 吊了花 我手感 这个波 明显就是GM7X的手感 那它和 以前那个波 以前那个就是合成皮 一个正排列的 粒子波紋 那现在呢 新的那些全部是做了一个牛皮的纹路 就好像例如 好像手袋那样 Hermax MX 那些手袋那样 那所以看上去是高级的 这个 BG3800 那其实就是以前的GM7X 主要我想都是打街场 为主了 因为首先 这个价钱呢 它就叫做 最便宜的那个 加上这个 好像都320元左右 它其实都是一个 有competition的章 那它今次呢 会分几只的 有金章的competition 还有BG5000 打奥运的那一只 全真皮 那一只 那一只 又是不同的 那现在这些全部都是 合成皮 3800 这个写着composite 就是纯粹合成皮 那手感其实今次是粋的 没有了以前那些 正胶粒纹那种 线的感觉 这个球就 省位其实做回粗了一点点 就这样拿上手呢 感觉上 开球呢 不用太久 之前都说过 MOTEN的球 是需要打松它的 因为它 纤维纤维纳得挺实的 那你见到有些正省 这些有些省边的时候 那其实迟些呢 它是可以 打一下打一下 它会胀出来 那整个球就贴完完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用MOTEN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很难用手指 Grip它 那你变相呢 你射球的时候呢 就是我很喜欢呢 就跟那些学员训练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MOTEN 就是你不会用手指握它 你就不会用手指射球 现在One Motion射球的话 我们一直都是要用手腕 手腕的话 你不应该用手指握住它 你应该扶住它而已 然后就向下落腕 那所以呢 我会很喜欢用MOTEN的 那这个第一个 三千八 好了 第二个就是第二个级别 就是之前GF7X的级别 是BG4000 那这个球呢 就现在那个手感呢 会绝新了 哈文也都是大了 那其实这个波做得挺漂亮的 也都够了 这次呢 你会见到呢 直接它会 FIPA approved 国际男总 Approove 那它会是 会用到2023年才转款的 就是一用就用 4年的了 做到2023年 那就是去到2024才会转款 这个波 今次这个 这个就是 比刚刚那个3千八 高一个级别 写着 Premium Composite 那其实这个级别呢 是应该可以 在街场打的 之前 我们如果要打MOTEN 打街场的话呢 我都是会推荐 GF7X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它没有GG7X那么黏沉 但是 今次这一批波呢 我相信 没有黏沉的那个感觉的 它和上一个 合成皮呢 GF7X也好 它这次的皮呢 是会更加接近 真的是一个皮波的感觉 这个都半柔软的 没有之前那么柔软 光性比较强 它纳也没有那么重 所以一拿上手呢 其实是挺绝身的 那这个第二个 BG4000 那如果会打街场 这个其实性价比都高的 贵过3800 好像20-30元 那我觉得这个 如果是会打街场的话呢 可以选这个 好了 第三个我会介绍这个 BG4500 其实我最推荐呢 就是用这个 性价比极高 因为其实本身MOTEN 在我们香港买呢 已经是我见过全世界最便宜的 因为在我们淘宝呢 更贵过香港买的 之前呢我很推荐G7X的 我自己都用 我自己在训练班的时候 都主要用G7X的 第一波够圆 不易生仔的 第二 一样 Grip不到的波 你不会用手指握住那波 你会托着那波用手换 那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它那个手感其实很好 我见很多学员打完呢 他都是会买MOTEN的 而G7X呢 我觉得性价比是最高的一个波 因为再上一级呢 是它的Double 已经是两个波的价钱来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我买 我会买BG4500的 之前呢 G7X是 我都跟学员说 它可以打街场 但是 你一定要抹 因为呢 某程度上它挺黏层的 而这一个 这一个手感呢 我觉得 柔软的 也都是会 没有 刚刚BG4000 和3800 那么有 那种 胶的感觉 它没有那么绝手的 但是手感呢 会更加好 去到这个级别呢 你会见到 那个 competition 这个章呢 变成金色的了 那么 在这个 我们香港代理里面呢 它会有两个型号的 B7G4500 就是7号波 另外也会有女性用的 B6G4500 那么 会有这两个4500的型号 这个波 我是极度推荐 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波 因为这个波呢 我自己都一定会用 我今天也试射了一阵呢 其实那个手感呢 如果 以以前的Motant来说 它一买回来 新波的手感已经比以前好 因为它不用开那么久 而且它没有那么突然间 因为之前我也说过 一有汗的时候呢 新波是会特别线 或者下街场会特别线 那么 这次这个呢 就没有了这个问题 而且那个皮纹呢 虽然它也是合成皮 但是呢 皮纹挺漂亮的 那么 我 最推介是BG4500 好了 最下一个 奥运都打它了 BG5000 那个手感呢 就无话可说的了 一拿起上手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会觉得 鲜 但是 记住 它是一个全真皮的波 你看那个纹呢 是肯定是 AMS的 别人教我 上次去Apple买标的时候 他说 你不如试试买AMS的标底 不是Hermes 叫AMS 他教我的 他那个整个皮 是一个手袋 那个样子 就是好像 真的是一个 手袋皮纹来的 那么 他的波呢 连白色这段呢 他也是 米白色的 他不是好像刚刚那只 纯白色的 低调 减弱 那个 competition 那个字 它不会有金色的 就算 BG5000 都是印后去 没有色的 高级 高档 真的 千万不要打街场 我 就是呢 我也是一个 籃球L 是不是 也都在我的训练班 有些籃球L 跟我交换 一些波的资讯的时候 这个波拿回来 第一 我在代理买的时候 我买的 我买的时候 它是崩胀了 其他全部波 都是不崩胀的 一个波要崩胀了 你想一下 它那个货运 就会牙位很多 但是 为什么它要崩胀呢 记住 有很多同学问我 波平时是否应该放弃 绝对不要放弃 我们是 never give up 不要放弃的 为什么呢 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一放了气的时候 其实那些被子会脱出 所以我崩胀了一次之后 永远都不要放弃 除了你说 我上班要带着波 那没办 那如果你是要放弃的话 千万不要买这个波 你太过地浪费了 这个波买了回来 千万不要放弃 你就算买的话 都是一个大 一个圆形的 已经崩胀了 包了 膠胀了 给你的 我昨天买的时候就是这样 手感非常之好 但是是很滑的 但是滑不等于手感不好 那些纹是做得最漂亮的手工 因为他那些会觉得有些形式 有些介绍 这个完全没有介绍 这个真的做得很漂亮 我昨天都跟那些学生聊天 我说 你不打得街场 不得止 就是如果你去不攜充那些 室内网球场地 都不要打 如果你见到那个框掉了 那个框掉了 都不要打 难硬 很签约的 如果你是追求 一步登顶的你 这个波就适合你了 如果你草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 草就不要草了 波拿来草什么东西 打 有空打一下 我会拿来打的 这个波 你不会用手指拿到一个波 你一定要用手腕去射这个波 所以我会买一个 买一个 拿来做training 但是我们在香港卖来说 都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GL7X的话 一定是过700元 任何地方都可能 正如我在日本见到 会是12000日圆 那 现在我们香港 先800元不用 我觉得超抵的 又不可以叫超抵的 不过你对了Sporting 那些你都要700多 Like那个哥尔夫球 又要那么贵 那我宁愿买这个 是很漂亮 手感很好 适合籃球L的你 那今天呢 我说了几个波 因为很多网友在Facebook 都说 在哪里找到Moulton 那我都和台里聊过的 可能我们迟些会搞团购的 可能一个月 买一次或者两个礼拜一次 那到时我再说一下详情 5000 5000不是打的 说真的 用来迎下 还有那个手感 其实手感真的很好 但你拿来打 你只能失内场 我个人推荐你最好买 其实是4500 我自己最喜欢4500 4500是一个最常用的球 就是你最肯打的球 这个球我会有点心动 真的 如果你看到那个框脱油 不要射上去 肯定肯定很坏 所以你想 因为他真的打奥运 那奥运的框不会脱油 这个球 5000是漂亮的 很好手感的 一步登顶的你 適合你 你要买的 如果不是 4500 想打街场的话 4000 那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 可能迟些 我也会尽快做好些团购资料 可能大家有兴趣的 就一起团购 因为我已经 和我们自己的学生 已经开放了给你团购 那可能 看看你会不会 想一起团购 好吗 多谢 今天 完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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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